這件事很重要,在中間,他曾經說過我們台東。 其實他們的中間要消滅中華民國。 他們的消滅中華民國意志,是從中間的時代就開始了。 所以他跟中華民國進行中國的政官。 中華民國進行中國共產黨,他們說中華民國是中華民國。 這件事沒有了,要把他拿出來,所以他建立了中華民民的中華國。 他建立了中華民民的中華國,就必須兩個中國。 他基本上說,昨天沒有可能兩個中國。 他建立了中華民國。所以他的目標就要把他拿出來, 說美國要代表中華民國,就要消滅中華民國。 所以中華民國就要消滅中華民國。 這個世界,他把中華民國新主牌派到台灣。 那今天為止,中國共產黨也要消滅中華民國。 他要消滅中華民國的目標,不能改變。 他堅持一個中國。 那你買一個中國,他一定要把中華民國消滅掉。 那比較好笑。 一件事,中國共產黨也要消滅中華民國。 所以,中國共產黨也要消滅中華民國。 我說這不是吃不到,又要去。 世上最有這種事情。 是中、中要消滅中華民國。 那你要喊到中華民國。 所以要喊到中華民國。 你要喊到中華民國。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情形。 所以我喊到中華民國的法徒勢力, 他們本身的矛盾。 因為,在每天的報道, 孫雷學校的校長張亞中, 他去接受公佈節目的訪問的時候。 他對這個,現在民進黨政府, 要爭筆,給大家給朋友的義務時間, 對四國的能量到一年。 所以張亞中,他就是極限反對。 他的理論是怎樣? 他說,這個對我很多。 他對方發展。 是這個,木兵書叫這個軍議來組織。 當然要風衛台灣, 就是張兵的人來風衛台灣。 所以你把這個, 演了一年,就是叫一些疑忽压的人來保護臺灣, 對我促進,就是那些軍議人,這是他的講演理論。 他的講演理論,他說這是錯誤, 他說你不應該把疑忽压, 把疑忽压放在四國演了一年。 你這次在台東說,要和中國對抗, 你心裡覺得中國就打起來, 中國就打起來,你要奉猥。 所以你說,這個四國加的延長到一年, 代表說,這是義務厄的人, 要奉猶時間的延長, 那就是加強,你豐衛臺灣力量,對抗中強。 你這樣,中國就沒辦法,會刺激中國, 他就記不記得我怎麼回答, 只要看他講這句話,你真的就會被迫。 你進財國人要打臺灣, 加強臺灣防衛能力, 還會取得其他人。 說有這種人, 我又見到這種人, 不是,我們不在台前, 那普通人說,要出賣臺灣了, 我們都請給他台肝。 這不是只有台肝,這基本是漢肝。 那怎麼說漢肝? 要危害中華民國, 我們都請給他漢肝。漢肝。 世間說有這種事情, 說有共同,要去唱。 要去唱,你不能對抗。 你對抗, 天氣在共同,沒辦法。 世間說有這種事情。 國經營,有人說這種理論。 所有這種情形, 就是說,我們台灣有夠衰。 去到中華民國就住了台灣, 就是我們台灣算去跟中國對抗。 不然中國人在裡面, 跟台灣人,人產不夠水不流。 沒有台灣人的事情。 沒有什麼事情。 沒有什麼事情。 你跟台灣人說, 我跟中國人對抗。 今天跟中國人叫, 中國要消滅中華民國。 中國要捐抗台灣人。 這個情形, 你原來, 我跟中國人在中華民國。 所以,我們不能對抗。 其實, 我們的鄭賓, 鄭賓志就說, 他要由他、 福利去到遠藤, 是為了加強台灣風衛令令。 你反對, 他就代表台灣人, 你就不能說他。 是, 張亞中, 他這樣說, 他有他的理論基礎, 但他這個理論基礎, 我說, 胡扯。 他的理論基礎是什麼呢? 他說, 我們台灣人, 要去對抗建立好的關係。 怎麼建立好的關係, 你也要去伺責對抗。 他說, 你認為對抗會來打抗台灣, 他說, 不太簡單。 他說, 他說對抗, 就要看對抗的人民, 有同意還是沒同意。 所以, 張亞中他說, 他說, 我們台灣人, 努力, 合在對抗的人民, 建立好的關係。 如果人民反對, 政府他就不怕, 不怕台灣, 這是張亞中的理論, 真是胡扯。 其實我說, 張亞中, 他是奧, 奧奧, 奧奧, 他就扯, 他腳這麼拚的。 他跟中國共產黨, 他會聽人民的聲音, 他會清明, 人民反對, 他覺得, 人民反對, 我們不要做, 不是。 他當然跟人民, 發動白紙運動, 人民做軍事, 控制, 他說, 這件事大條。 無論如何, 無論如何, 全國來亂, 所以, 不怕清明, 這樣崩山。 不然, 中國這個國家, 是獨裁的國家, 他現在是沒在想, 沒在信人民, 你怎麼想, 他沒在信, 這是第一, 第一的問題。 第二的問題, 你要割中國, 中國人, 我們為了台灣說, 讓人的反對, 對台灣人的信任, 結果, 他又是比較優敵, 中國人不會反對, 所以中國這個國家, 是相當極實的國家, 中國民主民主, 叫說民主運動, 有一個重點, 沾民主, 第一就是沾民主, 沾民主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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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要尊重於人民的意見, 是中國的, 中國的民主運動, 在我們看, 這太多了, 到這個程度, 所有民主, 你也問說, 台灣的政策要怎麼決定, 大家沒有理會, 每一個人都說, 要讓中國統治, 是中國人, 基本就是要消滅中國民國, 中國民國要去消息, 這不是中國共産, 都要消滅中國民國, 中國人一樣, 他人民, 都要消滅中國民國, 每一個人, 你問台灣的政策, 要怎麼決定, 他都跟他說, 要讓中國統治, 要讓中國人民, 中國國統治, 但是, 你如果去沾民主國家, 去沾民主國家, 沾民國, 沾一段時間後, 你問他, 他抬頭改變, 他說, 尊重台灣人的議員, 這句, 這是民館的思想, 但是, 你如果有民主, 純粹要有民館, 這是真正的民主, 不過, 10人的民館, 這就不是民主, 所以, 最近, 金門那些, 他擦到山東, 我們為了台灣安全, 不像山東, 因為這個民主, 他沒有在認人, 但是, 金門人, 他有很多金門的民意代表, 他站在中國這邊, 在看待事, 他沒有站在台灣這邊, 在看待事, 所以, 其實, 過去10年前, 我沒有提到這個問題, 金門那些, 他沒有在台灣, 沒有在台灣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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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可以讓他公民投票, 這公民投票, 就是尊重他們的議員, 你要做對一國, 這是民主小的, 最起碼的, 這是民館的首相, 不是說, 出資本陣營, 中國人做敵書, 把國立基督說, 中國人跟俄羅斯的駱駛在那裡, 俄羅斯在打烏克蘭, 他們在俄羅斯的人民, 有贊成嗎? 沒有贊成, 他們人民, 跟俄羅斯在打烏克蘭, 所以, 中國打台灣, 你不用問中國人會反對, 所以, 張亞中, 說這句話, 是代表國他, 是特地卡車拼的, 我們跟中國人, 跟國家一樣, 跟俄羅斯的事情一樣, 跟俄羅斯的事情一樣, 那些獨裁政管通敵的手段, 因為你的獨裁政管, 全世界, 大家都坐在一起, 獨裁政管, 尊無民主法, 你讓別人跟俄羅斯的事情一樣, 別人再做獨裁政管, 所以獨裁政管, 不是任無穩定的政管, 無穩定的政管, 中國算穩定, 我和國會成長的朋友報告, 在以前, 茉莉花革命的時候, 有很多人, 去到中國身上, 我都說茉莉花革命, 我都賣, 中國比較得數, 所以中國的, 這個小人, 跟以前的頤仔靠海山一樣, 頤仔靠海山, 他的獨裁政管, 絕對無所謂的政管, 他在挑戰, 我都會用政院, 但你不知道, 他海山, 民主的支持多了, 有八十五%, 民主國家的領事, 沒有人說, 毛到八十五%, 獨裁國家, 竟然人民支持他, 他怎麽樣? 他會用政院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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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的政院, 美國, 第二的政院, 英國, 所以, 他會用政院, 每天在美國, 賣英國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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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罵, 賣英國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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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美國, 不是英國, 所以, 這是獨裁政的統治手段, 替人民採取財人 替人民採取財人的目標 他們的重要目標 這樣他就不去注意獨立的項目 其實中國共產黨就是西方首長 所以他刺激這個人民是不正常的民族理性 所以中國人現在在團結 柯萨人團結 還有民族意識 所以民族意識 第一人要做投影台灣 投影台灣就是消滅 要消滅 中國民國消滅掉 這個議員 反美 反日本 這是市建人民的民族意識 所以這個議員 張亞宗還問中國人 來反對中國共產黨來打台 我說他拿錢 拿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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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別的國家的議員 有可能反對他們政府 對別人出兵 中國人不會 對 因為他們是獨裁者 他們利用提供異常的民族意識 所以他們 這是正常出兵 包括在美國 而且有很多中國人 投入美國 他們不當他們做國 然後他們指定說 台南要給中國統治 他們都有這種情形 所以張亞宗還問中國人 來操績中國政府 如果你操績中國人 不在家裡他會留在家裡 否則 他的社會就操績到腳在邊 還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張亞宗他們的中國共產黨社領 這個很租於的就是 他們認為他們化這陷座中國民國 他們在中國發動的勢力,他們最常攻擊民進黨,共民進黨不愛中華民國,而是漢威中華民國。 當年孫季,一大堆都擦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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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擦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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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擦� 政府是中華民國 如果民進黨沒有反對中華民國 他們要反對中華民國 所以他們這樣說 但是今天全世界 要消滅中華民國上是中華民國上是中華民國上 但是這個中國發動社領 它就是用中華民國的力量 來到台灣的本土政府對抗 所以它就是中華民國 它的意思是你要抗擊對抗政權 你要抗擊中國共產黨 但抗擊中國共產黨 它是要消滅中華民國 一旦要反對中華民國 一旦要擁抱中華民國的敵人 因為中華民國的敵人是誰 中國共產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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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發作的曲子 發作的曲子 發作的就是反對中華民國 所以它要消滅中華民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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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它要消滅中華民国的敵人 所以它要消滅中華民國 故今中國共產黨 我是中華民國的大陸 因為時間的關燃 今天節目告知為止 後來不一樣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